我當我坐在沙發上或者是我躺在床上的時候 我真的默默的跟老天爺說 你把我帶走 不要讓我去面對這些東西 那是最糟糕的時候 資深藝人汪建民於2024年10月7號 哀世享年56歲 於13日舉辦告別式氣憤哀妻 長眠於新北新店群山間 陪他走完生命的是女友John 提到汪建民 異界著名新聞是與寶媽的兩年半情緣 圈內人士也向本刊透露這段的全內幕 因為他對我的貼心 我有時候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會抱怨我自己的小孩子對我不夠貼心 有時候那種好也不是真的好 而且是怎樣啦 你怎麼打我的兒子 交往前兩人就已暧昧許久 當時汪建民與賓士代步 一身名牌重愛Prada 其他代人誠懇真是有風度 頗受許多女藝人好評 曾坦誠跟模特黃莉張安琪都只剩一步之遙 曖昧到後來 汪建民跟寶媽真的走在一起了 由於曾寶怡與汪建民才差5歲 外界也因此對寶媽指使點點 其實兩人感情要好時寶媽也經歷母喪之痛 表面裝作女強人也需要肩膀依賴 那時汪建民告白寶媽 寶媽不想失去兩人的關係 於是答應了汪建民 不過由上也可得知 寶媽清醒後也發覺她與汪建民的戀情錯了徹底 我就是一個女人 應該這麼說 是需要有肩膀 有人陪 但是重點是 這種日子再繼續度下去 會開心嗎? 好 汪建民傳與地下金融來往 開銷變大還得照顧失智矮目 多金啞皮人設無以為績 開始開口向寶媽借錢 寶媽推辭推到自己友人身上 這個借錢風暴向外擴散 寶媽全力經援富美念書的小女兒 成為日常一大開銷 一邊戀愛 一邊不免擔心玩景淒涼 這樣看來 寶媽介意汪建民的財務黑洞 於是漸行漸遠也在意料之中 而巧合的是 寶媽在與汪建民分手多年後 也曾在上海體檢罹患肺腺癌 三度離癌的他經過化療與電療 報首12公斤 被汪建民連累到的 還有陪伴到最後的女友John John年紀比汪建民小三歲 外型幹練漂亮 因為當了寶人 陸續都有債主轉個找他 外界以為John很有利 能夠幫他處理債務問題 結果事實並非如此 綜合報導 John只是在醫院上班 當初是汪建民拍大愛的戲 定額認識交往 工作多年下來存的積蓄 全部都拿去幫汪建民還款 甚至每個月薪水一到賬 就必須扣除一半還債 除了死心踏地 更是有難以想像的堅強 在汪建民住院不能走 失去工作能力時 我有很深的恐慌 心裡也伸出不好的念頭 汪建民曾對John說 等到我的病與債務好轉 我們去登記好不好 內心雖然歡喜 但也不禁悲從中來 明明內心也知道 那是一個無法實現的承諾